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根古神巴菲特共敬慈善午餐 大陸富豪朱葉和明星妻子上華 全程忙著PO照片 事後還高調受訪 老先生很會擺pose的 然後這些都是在他的引導下 真的喔 巴菲特從2000年開始提供午餐競標 得標者可以帶最多7位同伴 在紐約著名的牛排館 跟巴菲特共餐至少三小時 所得全數捐作慈善 大陸富豪爭相加入競標 2006年是步步高集團董事長段永平 2008年是大陸私募基金教父赵丹洋 今年則是朱葉 他是天神娛樂董事長 屬於小型網路遊戲業者 出價約和台幣7270萬 妻子上華模特兒出身 是眼哥雙妻小有知名度的藝人 還透露巴菲特愛到素食店 用餐的趣味小故事 他說每次去吃飯的時候 他會帶很多優惠券 然後給大家發給小朋友們發 大陸網民諷刺 這頓午餐突顯網遊的暴力 以及炒作的重要性 沾骨神的光 得標者的知名度跟著大增 也是不爭的事實 記者中華社報導 今晚 przeciК� 為何欣賞 曼光 現時 為何欣賞 報告 最欣賞